新北幼儿园喂药风波持续延烧 幼教总会也发起老师不喂药行动 市长谢国良说除了希望支持呼应新北 他也呼吁为幼教老师来加油打气 可是同时间我也觉得不要过度地去打压幼教孩子的老师 因为现在基隆就有发生案例 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不肯喂药了 那这个喂药是孩子们生病 小爱常常自己在幼稚园如果生病就要把药给老师 还是要拜托帮忙喂药 那如果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案子一定要水落石出 可是如果喂药都是问题 那不喂药的问题未来也会更大 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把各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但不要这个无限上纲到好像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通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问我说新北 我们是希望也能够尽一级的力量关心新北 那第二个人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这个要同时间要 我们教育处也在规划 要还是要办一个我们有想办一个活动 适度的鼓励一下幼教的老师 不要把幼教老师很多的努力跟爱心抹灭 尤其有很多愿意去做幼稚园老师都是因为很有爱心的 市长谢果良再次强调 期盼新北疑似未要案的真相能够早日查清楚 也不应该忽视多数幼教老师持续付出的努力与爱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